欢迎收看每周360,我是Vender 上周测摊有什么看点话不多说,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第一则新闻,还记得我上周报导过的Honda WR-V吗? 这款车正式在印尼登场 新一代的Honda WR-V于11月2日正式在印尼登场 这款车的车身尺码虽然比起上一代加大不少 但其定位仍然是属于Air Segment SUV 大家在屏幕前可以看到关于外观设计方面 虽然车头并没有最新的家族式设计 但它一样有着造型硕大的水箱护照 Chrome镀刻点缀的点撞式造型 全LED头灯组 配上Sequencer流水式的转向灯 Rawton双色的悬浮式车顶设计 可以看出整体造型极具运动化 轮圈方面正是使用17寸的轮圈 但比较可惜的是这款车的车尾设计 并没有采用贯穿式尾灯 内饰部分新一代的Honda WR-V 确实有延续BR-V的风格 其依然是两个纸针式的传统仪表 配上中间一个4.2寸的彩色荧幕 至于主机则是内牵式的 但尺寸不详 其资源Android Auto和Abo CarPlay 整体配备看起来不会因为是入门机车款而显得洋春 动力部分 另外这款车搭载了Honda City同款的1.5公升 IVTEC自然进气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为119HP 峰值扭力则是145Nm 另外这款车也在安全性上下足了不少的功夫 除了基本的6个安全气囊以外 它还有Honda Sensing先进主动安全配备 功能包括SCC 主动式定速巡航CMBS 自动紧急刹车等等 最后这款车的售价折合马币约82,475令吉 而有传闻它将进入我国市场放售 印尼市场对手主要为Toyota Rise 而我国对手或将是Produa Artiva 你会期待这款车吗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 第二则新闻 全新Toyota Vios或明年上半年引进我国 全新一代的Toyota Vios即泰国版的Yaric Active 已经在海外贩售了一段时间了 而根据消息称大马版车型将会在2023年上半年发布 再与大家回顾一下 新一代的Vios舍弃了上一代的B Platform 转而采用了DMGA B平台打造 所以车身会比上一代来得更大 因此空间表现优为出众 而内饰方面最新的Vios主打空间表现 它配备了自动空调皮革加置部座椅 9英寸触控屏支持Apple CarPlay和Android Auto 不仅如此 它还有7英寸数字仪表盘 而顶配板则有电子手刹和64色可调节氛围等 至于引擎方面 若于大马贩售 那么它将和印尼版本一样会采用1.5公升的 RAW VVTi自然进气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为104HP 峰值扭力则是138Nm 并且油耗表现也会有所提升 除了引擎安全配备也会进一步加强 目前马来西亚版本还在贩售的Vios 虽然有Toyota Safety Sense 但是只有部分功能 至于新一代车型则是会带来完整的先进主动安全配备 最后希望来到大马开售后内饰不要被严重严格 但无论如何对于这款车你是否满满期待呢 第三则新闻 2023 Nissan GT-R正式宣布回归 依旧是两种版本 售价最低折合马币约50万起 随着Nissan于今年6月正式宣布GT-R的销售配额已经收完之后 官方于上个星期再一次突然宣布了2023 GT-R R35回归的消息 与过往相同的是 日产依旧会采用两种形式开卖 既是Premium版本以及Nissmore版本 除此之外官方亦在此次宣布中 暗指的R36极有可能采用全新的平台打造 并电子化 预计全新一代的R36在引擎方面 依旧会搭载3.8公升的V6双涡轮增压引擎 这具经典的6缸引擎能够于Premium版本上输出565HP及633Nm的动力 而Nissmore版本则是能输出600HP以及652Nm的动力 至于配备方面 Nissan也预计会为其全新一代的R36配备全泰的排气系统 Bilsson的可调阻拟器 20寸的RACE轮毂 6活塞卡钳 BOSE的音响系统等等 若是Nissmore的运动版本的R36 将会更进一步的配有全车身的碳纤维面板 碳陶瓷刹车盘以及动力表现更为突出的涡轮增压引擎 据官方透露2023 GTR的价位于Premium版本则是约$54万 而Nissmore版本则是折荷马币约$100万 最后Nissan GTR买就对了 最后一则新闻Toyota Corolla Cross日规车型 获将取消目前贩售的1.8公升自然进气引擎 有消息上原厂打算将它改为和美规车型同款的2.0公升Dynamic Force引擎 首先根据日本媒体的消息 由于之前的小改款Corolla已经更换成了1.5公升Dynamic Force三缸自然进气引擎 因此据习之后的Corolla Cross很可能会改换成和美规车型同款的2.0公升Dynamic Force四缸自然进气引擎 目前美规的最大马力表现为169HP峰值扭力则是204Nm 对比日前我国市场的137HP加172Nm有着更强的动力表现 由于这款引擎搭载了不少的新科技 要是未来这具引擎有机会来到我国市场 相信价格应该会比现款车型稍微提升一点 然后顺道差个消息Corolla Cross GRS 实际上于早前已经在台湾和泰国等市场开始翻售 实际上我们在早前已经获得消息 这款车或将会引进本地哦 由于这款车的引擎部分 这个版本的车型并没有做出升级 依旧是采用1.8公升自然进气引擎 动力输出表现为138HP 172Nm 而1.8公升的混合动力引擎动力输出则是121HP 油耗为每公升22.2公里 前者为CVT变速箱后者则是ECVT变速箱 不过根据消息称我国发布的CKD版本 Corolla Cross也同样会获得GRS版本 不过在外观设计上面就会有些不一样了 期待一下我国售卖的将会是怎样的版本吧 好的以上为本期内容 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关注、分享、点赞 并开启小铃铛几时追踪 此外非常推荐去关注我们超级好玩 与特别的剧头与小红薯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